日本味噌拉面是一大碗面汤和其他成分 油蔬菜、肉、蛋 肉汤很重要 它必须味道浓厉而厚之地 我告诉您如何制作我的版本 这是两碗的成分 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指令表和其他食谱 Cookingwithmorgan.com 首先准备油汤 在一个锅里放半公斤猪骨头 20克海带 半个酒葱 一律洋葱 15克生姜 4个蒜瓣 1茶匙圆 2升水 也放入200克猪肉块 把肉汤煮沸 把肉汤煮沸 当它开始沸腾时 去浮沫 然后用中火煮45分钟 盖上盖子 现在准备其他成分 切成块 15克生姜 1绿洋葱 将它们以3个蒜瓣打炊成泥 也打炊一汤匙芝麻 切三条小葱 将一小块韭菜切成细条 煮滚30分钟后 拿出猪肉块 再煮肉汤15分钟 在一个小锅里 放入 2汤匙酱油 1汤匙清酒 1汤匙糖 混合 然后煮沸2分钟 开小火 加入熟猪肉块 让它在姜汁中 煮小火3分钟 小心酱汁不燃烧 不时翻转它 拿出它 让它冷却 在废水中煮蛋6分钟 拿出它 放入冷水中 为了释放海角片的味道 将它们烤在火上 不时翻转它们15秒 过滤肉汤 切鸡肉块成薄片 放两汤匙油入锅中 开中火 油热时 加入芝麻 不时搅拌 当您闻到芝麻的香味时 加入生姜 洋葱和大蒜米 搅拌一分钟 然后加两汤匙味葱酱 一茶水辣椒酱 搅拌两分钟 加入100克脆猪肉 搅拌三分钟 加入肉汤 还有少许胡椒粉 搅拌 盖上盖子 用小瓦煮五分钟 同时 在废水中煮200克面条 烹饪时间 取决您使用的面条类型 将100克豆芽 浸泡在废水中10秒钟 将面条煮熟时 放一份肉碗中 倒入肉汤 然后加豆芽 小葱 猪肉片 酒葱 半粒蛋 烤海藻片 散烧一些日本辣椒粉 马上吃 本粒鸡 混合完后 我们首先品尝肉汤 然后面条 味道鲜美 当我们几乎吃完后 底部隐藏了所有小块成分的困惑物 每个人一地都不会留下 感谢您收看并分享我的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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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